台北市卫生局说明截至6月5号指 确诊者居家照顾人数47501人 列馆中居家隔离人数4803人 车来数防疫及门诊部分 考量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 调整医护人力 北市科及中正纪念堂车来数筛检站 服务到6月8号指 台北市的本土确诊的一个病例 有持续在下降的一个倾向 北市的车来数的一个筛检站 最近也是依实际的一个筛检量 也慢慢的一直都在下降 为了妥善的调整我们的医护的人力 所以我们北市科跟中正纪念堂的 车来数的一个筛检站 将服务到这个礼拜三 也就是8号为止 从6月9号开始就停止了服务 后续的服务也会在医疗院所的通信 病诊疗及防疫急门诊来持续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服务 为了提供更便明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缩短接触着一些匡列的一个时间 所以疾管署在数位新冠病毒的一个 健康证明的这个系统里面 有新增加了一个填补同处家人 及下载区隔数证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说5月1号到5月25号确诊的民众 而且有在确诊个案的自主回报系统里面 有去填列相关的一个资料的 那就可以到这个PVBS的这个平台 那网址有附上去 那你可以去修补你同住亲友的相关资料 并且可以去下载这个区隔的证明书 不过它有一个上限就是最多就是10位 那同住的亲友如果你是适用5月17号的 免隔离的一个零加期方案 或者是三个月以内是成绩确诊了 那这个部分就不要填写 那台北市新北桃园开放的时间 从4号就开始开放了 到6月20 那其他的县市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20 那如果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善加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同住亲友适用5月17号起 免居家隔离方案者或补填的同住亲友 三个月内曾经确诊者则不必填列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着不 recognizing我多卖